众多粉丝期盼的余生,请多指教《终于定档》在3月15日上线。 这部剧由杨子、肖战搭档的青春偶像剧,该剧改编自2016出版的同名小说。 剧版也早于2019年拍摄完成,原以为会在2020年看到这部剧,但由于各种原因迟迟没有定档, 自余生上映以来,就引发众多的关注,其热度堪称是3月电视剧的一匹黑马, 网络播放量遥遥领先于同时期上映的影片,由迪丽热巴、任佳伦搭档的与君出相识都无法与之匹敌。 截至发稿时间,2022年3月27日,当天实时播放量已经突破1亿次,上映12天的余生,累计播放量也突破了20亿。 目睹有关的数据来看,余生可以说是当下最炙手可热的影视剧作品。 第一次在酒吧偶遇的时候,两位男女主就发生了激烈的碰撞, 到了第二天,就被顾卫同事安排到了宿舍过夜,当然也是为了林芝孝更好的照顾爸爸, 顾卫的同事不得已,才让出自己宿舍的床位。 这种小儿科的偶像剧套路,相对于观看者而言,已经历历在目, 甚至都知道,后面的剧情怎么延续,在观众脑海已经出现很多种方案, 但也包括余生所呈现的一般,对于一部积压三年之久的余生, 放在现在来看,确实有一定的美中不足。 对于本身是一部偶像剧来说,剧情发展路线也算正常, 杨子哭戏获赞,肖战颜值演技俱佳,海王与海后也非常加分, 纵观影视圈这些年,偶像剧很难再出佳作, 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能够欣赏到余生, 对于喜欢偶像剧的粉丝来说,实属不易, 这部剧不管从演员演技,还是颜值来说,都是偶像剧佳作, 目前官方平台还未给出相应的评分。 余生仍在热播阶段,随着故事的开展,也会引发众多的故事, 将会带给大家怎样的精彩未曾可知,让我们拭目以待吧。 对于这部很多人期待三年的余生,你们觉得如何呢? 对于这部面 agre了,我们觉得哪种是确定的方向, 而怎么样可以让这部闹就能量的确定的耳環物, 好,就算任何有没有东西里面 propor凝对于这种那种。